两个关系很好 但其实在我们跟他们沟通的时候 两个人激烈的争吵了起来 因为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他们两个都很喜欢 养小动物都很有爱心 我们先来问一下玛丽奥好了 你养了什么小动物 养鱼 玛丽奥养了鱼 你养了鱼漂亮吗 漂亮 很漂亮 贵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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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太多 100多 100多加加100多 100多就20人民币 对啊 按现在的贵率来看 你养鱼 你养鱼就是为了看吗 还是要比如说要有什么 呃 你养鱼是什么 连维度 好好远 连维度 想来观赏的 观赏 我听说还参加过比赛对不对 大水啊 大水啊 是那个比 那个鱼哪个漂亮的那种 对啊 是在哪泰国比的吗 曼谷市的吗 还是街道的 还是小区的 还是就 还是就你们家客厅里面 左边的鱼跟右边的鱼比 哦 你 你 在曼谷参加了养鱼的那个观赏比赛 得了 得了 第几名 第3名 第3名 全曼谷第3名 他是平鱼还是平鱼的主人 他平鱼的主人就应该第一名了 不过大 不过大 鱼 哦 平鱼 哇 这个厉害了啊 原来我们马里奥是 什么这个厉害了啊 南国是观赏鱼大赛 第3名的德主 OK 剩下 皮鱼好了啊 皮鱼 你养的是什么小动物 小匹 两 两马 你养马 养狗 狗 养狗 那刚才我是听到马的声音 泰国的狗 是说的马 狗 狗 狗 几只 几只 how many 两只 big or small 那他们一个养 one big one small one big one small big one home big small one 这样我听懂了 那他比划出来 big one big one small one OK small so small big so big 可以加一个one big one so big small one 那他们一个养狗 一个养鱼 怎么吵起来呢 就是因为 我们先问问他们好了 Maryo 你觉得你们两个人 养动物 谁养的比较好 他觉得他养的好 为什么 为什么他 为什么小匹 没有你养的好 因为我养的比较多 那鱼是不能跟狗 你想家里养两条鱼 好寒酸的感觉 OK 这是他的原因 OK 好 那费琴觉得谁养的比较好 Kidwa Pi Leng Leng 我觉得我养的比较好 Why Why Hwa Pi Leng Pi Leng 你是给妈妈养 那是你养的比较好 我们养的 对啊 我们养的 我自己养 那如果人养 但我 待不了 当你 那就是全死了 鱼全死了 真的 你的鱼还在吗 他们还在吗 当你待不了 全死了 那你会难过吗 他们走的那一天 你会难过吗 没 没 不伤心 不伤心啊 你养的确实好 但没很良心 他没听 肯定没听清楚 我们为什么 这好难决定哦 他的鱼 他养大了以后 参加了 比赛 美鱼比赛 后来 后来 那个鱼死了 他 他肯定难过 他没听清楚 我们为什么 因为鱼的寿命吧 本身比较短 而且鱼吧 多吃一点 它就容易去 你知道吗 好像走就不一样 我们再详细的 请那个姐姐翻译一下 是伤不伤心 好不好 不伤心 说了没良心吧 可以再买 可以再买 写在一点 有一点三小小 很难过 是不是小平跟他说 你应该说你伤心 对不对 对 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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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在